有风剧场 嫂子 你看 镜中我们如此顿对 疯子 我是疯了 不然 怎么会爱上你 古远 放个蛋 我的好哥哥 你终于来了 你想要的是我 放开他 我是杨子武厅的歌女 阿宁 顾少爷大难不死归国 今夜 我成为了他的冲喜新娘 阿宁 你今天 是不是又来晚了 良辰美景佳人 分秒不差 何来晚来这说 这么主动的事 你不喜欢 应该交给我来 你根本不是故事里 你到底是谁 新婚燕儿 夫人喜欢这种情趣 打草惊蛇 是瞎瞎之策 不好玩 我还想看阿师求饶的样子呢 是胎记 真的是神明 你阿宁 还是这么古灵清怪 物价如今不太平 让你嫁进来 委屈你了 都说我嫁给你 是为了给顾府冲喜 可你知道吗 我本来就想嫁给你的 你知道 我听说你死去的时候 有多难受吗 抱歉啊 是以后 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 但我唯一记得的 是要履行对你的承诺 少爷 少爷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少爷 你快来啊 来了 少爷 事情确实比较紧急 但是让小六这个点来 确实让小六不太明白 少问 多做 您是不喜欢少奶奶吗 新婚之夜 哥哥就要离府 嫂子在府里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呀 不知道的 还以为哥哥在外头有人呢 弟弟体弱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的身体不打紧 我只是担心 我只是担心 嫂子的身体 夜寒露重 让心身体 有劳弟弟费心了 你怎么来了 为你解围 也为我解围 顾家的生意出了点状况 我去解决一下 嗯 嫂子 听说哥哥昨晚一夜未归 是什么样的生意 能让哥哥放着家人不顾 新婚之夜 一个人离府 我出入顾府 确实不懂 我听说 昨晚的去了那养子舞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是嫂子跟哥哥的 初始之地呀 嫂子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听说 婚后你便常住书房 是不喜欢阿宁了吗 你知道的 顾家最近不太便 很多人盯上了顾家的那批货 今天我去杨子舞厅 就是去和那帮人交涉 我不管 今晚你要陪我 不醉不归 红毛 你知道 我对酒精过敏的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好好回来陪你 嗯 我特意找人要的秘方 自己酿的果酒 这个不含酒精 但是和果酒的味道差不多 你尝尝 好好好 舍命 他伪装得很好 呸美人 可是 即便他忘记了很多事 他反应不会接人不同 他到底是谁 嫂嫂 你这么委屈 若别人看到了 还以为我欺负了你 嫂嫂 你可真像一只小野猫啊 无处不在 若是受了欺负 可以跟我说 不必了 昨日同你说过 在这府中 你我并不是敌人 是敌事由我分得清 阿宁 阿宁 你在吗 阿宁跟我说 你这么晚还没回房 我不放心 便来寻你 我心情有点烦闷 出来走走 下次我陪你 顾家人多 难免落得什么口舌之牢 知道了 下次我哪都不去了 日子还长着 我们是米袋 小野猫 阿姐 之前你让我查的事 已经有些眉目了 怎么说 顾少爷当时失省的那艘船 确实死了很多人 幸存者除了少爷 还有一个叫阿游的 可惜 无人知晓他的去处 所以 就是没有认证了是吧 没有死 就代表还有希望 前些日子 顾少爷来杨子武厅 谈生意 我倒是派人 听了个一清二楚 阿姐 顾少爷最近 也在查你 之前在杨子武厅的事 阿宁 好久不见呢 你要干什么 放开 黄老板 我已经是顾家的人了 顾家娶你 当冲喜新娘 这是暂时的 你不会真以为 你一个歌女 能当正方吧 我的地盘 可是比顾家 大得多了 你不如 跟我撒吗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黄老板 今非昔 自重 人呐 故事也都怪我 阿姐是为了看我 听闻黄先生 是何老板的人 麻烦回去 给何老板带句话 你们和顾家的生意 另起高明令 顾先生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滚 现在知道害怕了 刚才的胆呢 没有 这样 不好回去 不碍事 我送你回去 你这包扎的手法 还挺娴熟 这伤可太浅了 不够真 下次别伤害自己了 说吧 能换你阿姐的 就只有玫瑰一人 引我来教堂 什么事 黄老板的事 确实是个意外 但你得救他 今日让你来教堂 确实是我有意为之 真正的顾生命 你到底去了哪里 她死了 不可能 你骗我 她明明说她会回来 她明明说她会回来的 你冷静一点 接下来我说的那个字 你都认真听清楚了 我叫阿勇 在国外 便和石铭是之交好友 我们长相相似 相谈甚欢 直到回国的那一天 石铭 他临死前 把信物托付给了我 让我带回顾家 替他复仇 你以为你编这么一个话 我就会信你了 我说过 我会替他复仇 也会守护你 那你为什么回来的时候 要假扮顾世明的身份 就像你当初不信任我一样 我也不信任你 直到 我确定杨子武听的那个阿宁 与顾世明的死没有关系 我才能信你 所以那场事故 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的对吗 你去告诉我母亲 他们回去了 让他好生招待 这么晚才回来 我当还以为是谁呢 放我下来 我帮你回去吧 放我下来 路也不远 我帮你回房 实名 你是不是忘了 现在我才是顾家的主母 我父亲还没死 我又是顾家嫡长子 论说当家做主 秦姨娘怕是只能算个长辈 主母 我祖母倒是还在 姨娘 可曾去看过 实名 你这样说可就见外了 前段时间我一直忙着照顾你父亲 还没来得及喝媳妇的鲜茶呢 见过秦姨娘 我们顾家 家规森严 虽然说你是个武女 但你既然嫁入我们顾家 就要守我们顾家的规矩 这身衣服 已经不适合你再穿了 顾家的规矩 我说了算 你就这么让他们回去了 你父亲病重 来日方长 我一个也等不及了 这种堪为吓人的日子 一天都不想过 母亲 懂吗 其实没什么答案 刘八就不好了 你对这些 好像颇为娴熟 我吧 没有实名那么好的运气 自小颠沛流离 自然就熟那生巧 抱歉 没事 每个人都有过往 只有面对过去 才能迎接未来 师明他 真的已经不在了吗 中了枪 船又翻了 我知道 这些你都很难接受 但是总是要面对现实的 师明是个很好 孤在家底分好 他却仍候善理 虽然有时候看起来 一点也不正心 但是 他每年都会给 福利院捐款 每年 都会给刘明 进去 他 他那么好的人 我要那些人为他尝命 那些人就应该为顾失明 嫂子 我有事找你 有事就说 今日教堂 哥哥与嫂嫂 我着实精彩 不过嫂嫂也不那么担心 我来到晚 什么都没听 不过 嫂嫂是有什么秘密 连我这个做弟弟的 都不能听 谈的是生意相关的事情 顾府敌数有别 可能真的不是你应该听的 嫂嫂的话 顾燕记住了 今日过来 本来是想帮嫂嫂的忙 如今看来 也不用了 什么意思 玫瑰没跟你说吗 她走投无路了 可能要嫁给 陈司令最仪态的 那个陈司令 死了八个仪态的了 你说玫瑰她 不可能 我今天刚见过玫瑰 那是嫂嫂离开之后 发生的事情 来 嫂嫂 别急啊 我跟那陈司令 有些交情 什么条件 嫂嫂爽快 弟弟有什么条件 不妨跟我呢 夜深了 有什么事 明天在意 听哥哥的 顾家现在在跟陈司令 做买卖 玫瑰的事 不是顺水推舟吗 弟弟何必为难阿宁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你今晚就睡这里 可是我 因为想你了 抱歉啊 之前亲你 也是事出突然 因为外面有人 怕你说出不该说的话 你是保护我 还是担心我和顾燕有染 这是被火烧烧的伤疤 很丑吧 这个伤 你有你的秘密 我不追问 我的你也别了 石鸣之前可能没跟你提过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跟他从武厅认识 只是因为他是顾家的人 所以 顾家有我想要找到的证据 石鸣不知道 但我绝对不会伤害他 更不可能和顾燕有染 我这么说你能信我了吗 抱歉啊 事关石鸣出事的事 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我很高兴 还有你这样的兄弟 我答应过石鸣 要保护你 所以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玫瑰的事 我也会替你解决 只是 顾燕他和石鸣的关系 不好吗 没什么国际 他之前 一直叫石鸣大哥 挺客气的 少奶奶 秦姨娘请您晚些 过去一趟 来 这鸿门燕迟早得去 虽然石鸣护着你 但顾家当家的 还是在 不知道阿宁 有什么地方 得罪了秦姨娘 还望姨娘告知 我呀 少爷少爷 秦姨娘分数了 不准有人进瓷堂的 如果我偏闯不可难 怎么回事 姨娘知道少奶奶去了武厅 说愧对国家祖先 要少奶奶面壁思过 秦姨娘教训的事 是我不懂事 没什么 我带母亲 向嫂嫂赔个不是 下次姨娘 再这么自作主张 我可要生气了 这苦肉鸡 你就必须得吃吗 秦姨娘不是什么 好对付的角色 是让孤颜 替我出道 未尝不可 那我也不想你受伤 夏不为力 不要以身入局 母亲 燕儿 你看母亲的花艺 是不是日益渐长 母亲 我让你对付顾时明 你为什么要对付阿宁 你这么生气是干嘛呀 难不成你对她 难不成你对她 没错 我是喜欢阿宁 你疯了 她是个舞女 暂且不说 她是你大哥的女人 那也怎么样 我是母亲的女子 和母亲一样 喜欢刺激的东西 过两天 她要回来 你跟我一块去车站接她 嘿 母亲 你让我去 也不是不行 除非 你再帮我 接一人进顾府 谁 您的侄女 秦珍珍 她 她之前喜欢顾时明 现在得知她结婚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我们顾家 我怎么能把她请过来呢 那是母亲的事 好 我答应你 姨娘好 阿宁啊 哎呀 祠堂的事啊 我给忘了 本来呢 你在祠堂里跪几个时辰就行了 哎呀 我年龄大了 你不小心睡着了 是阿宁体弱 不关姨娘的事 阿宁啊 我把你当成顾家的人 才带你进的祠堂 哦 对了 你还没有见过姥爷吧 听说 父亲病了 是啊 所以才需要新媳妇儿 好好照顾照顾 老爷生病以后 醒来的时间甚少 要不然 也不会来不及参加你和时明的婚礼 老爷 我把儿媳妇给你带回来了 以前照顾老爷这活儿啊 是阿宝做的 但他毛手毛脚的 难有阿宁贴心啊 没听见我说话吗 哎呀 我们是故意的 没事的姨娘 现在已经干干净净的了 阿宁啊 世明和妍儿最近忙着生意 可没人护着你了 回姨娘的话 姨娘又没有欺负阿宁 何来会不会说呢 身为顾家的人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应该清楚吧 姨娘说的是 阿宝谨记在心 从今天开始 伺候老爷的活儿 就交给阿宁了 两个少爷回来之后 一个字都不许提 听明白了吗 是 你是秦姨娘的人 对不起 少奶奶 是姨娘领我进府的 我不敢不听 都是寄人离家 我不怪你 我不怪你 少奶奶 您真的不生气吗 我的气已经撒了呀 啊 我给秦姨娘的手帕上下了药 您 您说什么 您 您不怕我 我就是要你告诉她 我给她下药了 让她来找我拿解药 少奶奶 阿宝只是一个丫鬟 我不听秦姨娘的话 她会打我的 你不用紧张 我不会怪你的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啊 阿宝 什么都告诉你 顾老爷的病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顾老爷这病 说了也算旧疾 少爷还未出国前 就身子不利索 后来少爷出国了 更是一病不起 虽然已经找了好的医生 但总是不见起色 你是秦姨娘的人 那小六呢 什么 你给秦罗梅下药了 嗯 不是什么致命的药 但是 会让人很不舒服 你不怕她之后变本加厉地对付你 秦姨娘本来就气软怕硬 如果我不跟她硬碰硬 她就不知道 我不是那种好拿捏的人 你呀 抱都抱了那么多次了 你现在还笑什么 之前不一样 真不一样 玫瑰的事我替你解决了 我家给陈司令的单子让了例 她也不管什么 一不一态的了 谢谢你 举手之了 哎 你干嘛去啊 回室房睡觉啊 今晚就睡这 有件事我要提醒你 小六是秦姨娘的人 我今天怎么一直在打喷嚏 阿宝 你今天是不是干活偷懒了 我姨娘的话 阿宝不敢偷懒 瘦奶奶 想让我给您带句话 她能带出来什么好话呀 不行 你赶紧去给我找个医生了 快点 瘦奶奶说 她给您下了药 什么 你还没睡啊 是啊 是不是我在这儿你不习惯啊 我其实可以去睡沙发的 你还打算这样看我多久 抱歉了 今天好累啊 但是我在顾怀星房间 发现了重要的证据 有关于我的 也有关于师母的 所以你去伺候顾怀星 都是有意为之 嗯 顾怀星房间 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气不气得你答应过我 不要以身入局 是答应神母 还是答应阿瑶 嗯 希望是谁啊 阿宁没有针对姨娘的意思 也希望姨娘日后 不要再针对阿宁 阿宁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事 走出来吗 姨娘在说什么 阿宁怎么听不懂 您过敏 我送来过敏药 这 合作之友 你 姨娘切勿动怒 顾世明 好歹我也是你 长辈 你就让这个五女 欺负到我头上来 我都听不懂 姨娘在说什么 你 我正是来寻姨娘的 没想到 在这碰到你 二叔回来了 二老爷提前回来 怎么 也不跟我说一声 不要每次都这么 兴师动众嘛 这位 这位是阿宁 前阵子刚进门 二叔 您在外奔波 没来得及参加我们的婚礼 啊 阿宁 叫二叔 二叔 一个舞女 有什么好参加的 叶儿呢 因为不高兴看到 所以岔开了时间 这么说 二叔 你能懂吗 秦珍珍还没来 已经交代过了 过段时间就来 今天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怎么不给他一个台阶下 他配吗 哪 你疯了 我想你想的快发疯了 你就不怕你大哥突然醒过来啊 现在整个国家都是我说了算 我会怕他 别说我 这屋里好像有人 阿宁 你在吗 好端端的 怎么照顾老爷睡着了 困就去歇着 不要硬撑 这么巧啊 大家都在啊 师明 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 你呀 我昨晚都跟你说了 要你早点休息吗 新婚燕儿 夫妻关系就是好啊 你父亲若是看到了 定会很高兴的 秦姨娘 我呢 替阿宁请个假 让她跟我回去休息 师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不打扰你们了 走 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担心你 你信吗 什么事 这么晚叫我过来 燕儿啊 我和你爹在怀星的房间 闭嘴 我爹是顾怀星 是是是 我今天跟怀胜 在怀星的房间 被阿宁给撞见了 撞见 撞见什么 我今日 在顾怀星的房间 发现顾怀生和秦姨娘 有私情 所以呢 所以我怀疑 顾老爷的病情 肯定也有毛病 哎 跟你说话 我根本就不在意他俩是否有私情 不在意 那师明的事情要怎么查 线索我已经在查了 我只希望你 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知不知道 今天若是我晚来一步 他们会对你做出什么 后果不堪设想 不如不学焉德胡子 而且我这么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讨厌你一身射险 你 你弄捅我了 是我入戏了 对不起 我以后不这样了 就算有 我也告诉你 好吗 抱歉啊 我刚刚的话 说得重了些 我这种 破了不堪的人生 能遇到一个对我好的人 真的很难得 虽然 我知道你是因为失明 在对我好 但是我很满足 是 我是当英国失明 要帮我 秦姨娘那边 我会解决的 早点休息吧 哎呦 如果 不是因为顾失明 你会对我好吗 我会 我警告你 不要动阿宁 以后 别让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只说这一次 快快快 你可想死我了你 你急什么呀 小心被人看见 哎呀 怎么可能 这么晚了 哎 怎么样呢 你可别乱说啊 小心隔下优儿 哎 找我什么事 之前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之前顾失明传上的事 人员我已打点好 你放心 不会有人走楼风声 那他现在回来了 这事该怎么办 放心好了 他爹都在床上躺着 他能翻起什么风啊 只是 那个阿宁 阿宁 嗯 阿宁我来对付 你们 谁都不准碰他 请问 之前在这里的玫瑰小姐还在吗 哦 你是要找玫瑰小姐啊 在里面 啊 好久不见呢 小野猫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趟 当然了 我以玫瑰之名 于你 我救过他命 他也真 我骗你 不可能 玫瑰不可能骗我 你是跟玫瑰关系好 那要怎么样 现在在你目前呢 是你不就对了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顾家里 当然是秘 有关于禁忌 刚刚看到了吧 刚刚进去的 是顾家二少爷和顾家大少奶奶 康田华日有张风话 嘿嘿嘿嘿 你说什么 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点 没有 姑爷 你要是想好好说的话 就先松开 嫂嫂 这热大的辜负 只有嫂嫂和大哥 难道不觉得武器吗 什么意思 嫂嫂如花似玉 只跟大哥一个 不觉得可惜 你疯了 我神疯了 顾父家贵子爷 我却只想为嫂嫂踏平顾家 顾燕 你先冷静下来 我们就再来慢慢聊 偷情的事 没干够 我想一下 好像有点刺激 你这话说出去 就算顾二老爷听到 也不会顾及你顾家少爷的面子 让你去贵子堂的 别急啊 你没事吧 阿宁 快去那药下来快去 怕什么 就说有人来闹场打到他 我下手有轻撞 他死不了 不能再让你涉嫌了 顾燕 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 大少爷 少奶奶那边出事了 叫你赶紧去看看 顾燕 石鸣哥 好久不见了 石鸣哥哥 原来姑姑说的都是真的呀 你出国一趟回来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连我也不记得了 我是秦珍珍啊 你看 这是你出国家宴时 我为你送行穿的裙子 你有没有想起来点什么 你到门口等我一下 秦小姐是吧 我呢出国失忆了 确实记不了太多东西了 抱歉啊 没事 现在我不是来了吗 我们可以 石鸣哥哥 你弄疼我了 抱歉啊 我有家事了 顾石鸣啊 我是真的 对你感兴趣了 陈姨娘 我是不是告诉你 顾家的儿行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你一直前往那个地方 到底有什么意图 贱人 你疯了 洛梅 既然大家都在 那我就把话说开了 是顾二少爷 邀约在先 这一点 顾二少爷 你认不认 其实 说此 弟弟有什么话 不方便在府里 跟嫂子谈 还要把他约出去 燕儿 如今你二张家在 我也在 你不用替他折袖 顾二少爷约我 是聊之前 关于陈司令的生意 他曾有恩于玫瑰 我很感激他 今日受伤 也是替我解围 我也很感激他 只是我这个人 向来恩怨分明 秦姨娘不分青红皂白 就给我一巴掌 我作为晚辈 不能还手 但又不想拟来顺受 所以这一巴掌 就由顾燕带还 顾二少爷 我说的可有道理 疼吗 可疼了 刚才你太冒险了 那万一如果顾燕不配合你 说你勾引他 那 你放心吧 那边的人证 我比他多得多 一个巴掌而已 算什么 我觉得秦姨娘顾燕吃贬的样子 太搞笑 你呀 我虽知你聪明 也知你随机应变 但我就是担心 我从小 就混迹在人间练语 这些东西被我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你跟我说过你的身世 但你也没跟我详说 正好 今天我也问问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怎么会出现在舞厅 谁生来不想落在一个好人家 又或许 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呢 我原名叫陆婷婉 你不在这一带 可能不知道 以前 陆家经营九龙 也是富生 只是那一年大火 烧得也挺晚 陆家上下几十口人 无疑生还 我和奶娘死了一逃生 可是后来发现 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这一期和顾家 逃不了关系 石鸣只知道我认定她 却不知道 我认定她的缘由 我很坏 我也曾想过利用她 可是她 曾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玫瑰 唯一真心带我的人 或许 还有我 近日 我也在 查那艘船失事的事 倒也是 有一些头绪了 之前怎么查 都查不到那些船员的信息 不过 近日有人在码头上 散了个消息 说是之前的旧船长 他竟然又偷偷摸摸地 搬回来了 为什么搬走 说是欠了赌债 不过散消息的那个人 也是债主之一 那是不是找到他们 就等于找到了 关键性的证据 是 等把实名的仇报了 我也该查查自己的事了 这块勾玉 自我强保之事就跟着我 只是跟我的身世有关 其实你也很想找到家人吧 我已经无所谓了 就是想见见他们 到底是怎样的人 为什么当初那么狠下心 把我扔下 不过现在呢 我也有了 更想守护的人 我听说 秦智智 最近来 来顾家 啊 你之前跟他见过啊 有过几面之缘 他和石鸣 从小一起长大 倒也是个麻烦 我说了 别让我看到你们在一起 好好好 我们这就走 你别生气了 这口恶气 我一定会替你出的 我说了滚啊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我们这就走 走 哦对了 珍珍 他已经到了 叫他过来 今天天色已经晚了 明天再说吧 我说了 就现在 你说 你要跟我合作 是 我们俩 各取所需 你知道 我想要的是石鸣哥 那你呢 你想要什么 你只要知道 我跟你想要的 并不冲突就行了 我们从小就认识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莫不是 看上了你的嫂子 关好你的嘴 有趣 我答应你了 你说 我们怎么做 尝尝 新鲜的糕点 对不起 石鸣哥哥 我给你擦开吧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没事的 我来帮石鸣就好了 嫂嫂 我弄脏了 石鸣哥的衬衣 心里过意不去 不如今日 我陪你去摆货铺子 给石鸣哥 挑件衬衣吧 不用 家里衣服 多的穿不完 浪负那个钱干嘛 也不是不行 今日我就陪你去一趟 其实你 不必理会他们 既然他们 想跟我们过过招 那我就会会他 嫂嫂真是好命啊 能嫁入顾家 你要想的话 你也可以 真的 顾二少爷 尚未娶亲 哼 嫂子真的会说笑 我好歹 也是书香门第 不会不识趣 不会不识趣 那我就替石鸣谢过你了 哼 嫂嫂跟石鸣哥 认识的比较晚 不知道我们过去的沙 石鸣哥 石鸣哥小的时候 可谓救我 受过伤 你也说了 那是过去 青梅竹马嘛 只能是画本子里的事情 嫂嫂说的对 只是这画本子里 也会有别的故事 那我就拭目以待 慢走 哼 我想请嫂子 看一出好戏 这么巧 刚刚还有人跟我说 画本子里 还有另外的故事 这就有好戏看了 石鸣哥哥 你带我来这干嘛 我想让你看看 你的心上人 在做些什么 在我的房间 你觉得他能做什么 你看 好戏来了 少爷 告些烧饼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小鸣就躺在旁边了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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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小姐 自重啊 今日之事 想必我们都不会说出去吧 秦小姐 还请日后 自重 大哥 不一般啊 既然你叫我一声大哥 那我也教你一点东西 觊觎别人的东西 不是什么好戏 大哥 大哥也说过 东西是不会泡的 可日 就说不准了 还生气呢 秦珍珍不是被我打发走了吗 如果 如果你没有发现 衬衫上的香囊被下了药 如果你没有把他打晕 那后果会是什么 没有后果 虽然我当时已经看不清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但我知道 那不是你 真的 当然 某人 可不会喊我实名格格 嫂子 我今日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秦小姐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先回吧 不送 今日之事 确实是个意外 小六 是来给我和实名格打掩护的 你也知道 他以前救过我 你别生气呀 实名不会骗我 比起别人 我更信他 嫂子不听我解释就算了 何必伤人啊 你刚刚说 阿宁动手了 实名格不信 我 伤口没什么大碍 等会儿 我让小六跟你包扎一下就行 顾世明 不是我做的 不知道 嫂嫂贼喊猪贼 簪子在你手上 我拿什么扎我自己 看来秦小姐 为了做我这顾家的一太太 真是无所不用积极啊 顾世明 你以为 我为了屈居一个五女之下 伤害自己 我本不想与你计较 但你出言不逊 我只好再警告你一遍 离阿宁远一点 否则 我不会再对你客气 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除了阿宁 我对其他女人 没有半点兴趣 陪我演一场戏 我刚才 只是想演戏来着 勾逼这 才能骗到人 胡闹 珍珍啊 珍珍 怎么了 顾世明以前救我 受过伤 左手有个疤 怎么突然就没了 他可能是在国外 这好了吧 不对 这太奇怪了 不过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做 没有把握的事情 今日 他这般羞辱我 我跟顾世明 再也没有以后了 珍珍珍 珍珍啊 珍珍 珍珍啊 废 雁儿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需不需要帮你解决一下阿宁 不用 我自有办法 你说 是个人就有秘密对吧 母亲 嫂子 可是刚从钱庄回来 跟你无关 小六 嫂子 可是会定期出去给人汇款 是的 去茶 我要知道 她是理学会的 嗯 阿游 今天外面好热啊 帮我倒杯水呗 怎么了 生气了 我刚刚 可是看到你和顾雁 在门口了 哦 就许你去秦珍珍接近我 顾雁三番两次纠缠你 我还不能上个火了 我有多讨厌顾雁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耍我 我 我就是想逗逗你 忍不住吗 哎 哎 秦珍珍走了 你可以放心了 我有什么何方放心的 为什么你什么都有 而我连身份都是偷来的 顾世明 如果你没有回来就好了 顾世明和阿游已经在府里横着走了 你也不想办法管管 不就一个矛头小子吗 放心 他继承不了顾府 他还不够格 这是我们商铺一些还未收回来的账 你去把它收回来 怎么 做不到 要是连这点账都收不回来 还怎么做我们顾家的继承人啊 阿游放心 这些账 我定听你说回来 这两天就不用准备我的饭了 最近比较忙 我在外面吃过了 顾怀生让你去收那不知道多少年的烂账 摆明了就是想为难你 放心吧 这点小事 还难不到你丈夫 嗯 你自己说 你有多少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我不管 你今天晚上不许去书房对账 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啊 我小的时候 喜欢这样靠着我父亲的肩膀睡觉 可是后来 死在了一场大火 我就再也没有这么想了 你还有我 阿宁 我记得我好像爱上你了 阿叔 所有账目已收齐 共计四万三千六百两 您过目 好好 后生可畏 顾时明 没想到我小看他了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呢 没用的东西 你说什么 说你 没用的东西 你 好了好了 你先走吧 我跟你一人说 哼 闫儿啊 他可是你 闭嘴 你不要脸 我还要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当初是他强要了我 我怀了你以后 我不跟他 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都远故失明 自从他来到这 家里就鸡犬不宁 言尔 你放心 这孤家 必须是你的 少爷 您买这么多女人的东西 做什么 当然是买个阿宁的 来 给我 您跟少奶奶的感情真好 他开心了 我也就开心了 他说回了这儿 今晚一定要好好敬着 对了 少爷 还有一封信是交给你的 行 知道了 你下去吧 你怎么才回来 饭菜都凉了 阿娘 其实吧 我 我今天有些话 想对你说 嗯 你说 我听着 我其实吧 我 哎呀 你倒说呀 我给你买了礼物 打开看看 你等我一下哈 我 嗯 哦 大娘 我回来了 嗯 游子归家了吗 游子天下为家 臭小子我就知道 你没那么容易死 运气好 被出海的渔夫捞上来了 方便说话吗 方便 你说 我落水前 曾和那个自杀我的人有过拉扯 我撕烂他的衣服 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身上有印记 青帮的人 青帮的人不记名 但人人有编号 想杀我那人的肩膀上 是一个197的编号 看来是有人故人杀你 不过也好 青帮的人 向来认前不认人 有了这条线索 我们就能顺头摸瓜 找到幕后主使 不过这个事牵扯过多 我回来的消息 暂时不要告诉阿宁 对了 阿宁怎么样 他 他能有什么不好 你不对劲 难道你和阿宁 难道 你是阿宁 你是不是跟阿宁合不来呀 我知道你的脾气 你可别欺负我们家阿宁了 我哪敢欺负他呀 你给我留了话 我 我得把他当祖宗供展 好好好 回来以后给你辛苦费 给你好好考务考务 啊 好 嗯 好 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我来了 我来了都不知道 是生病了吗 你躲我干什么 我是那种会吃人的妖精吗 我还有事处理 要不你先回去 我不要 我不喜欢一个人独守空房 阿宁 我们只是在演戏 你戏过了 回吧 少爷 少奶奶的钱 都是会给这个黄婆婆 听说曾经在陆家当差 陆家失火后不久 她就回乡下了 陆家 是的 小野猫啊 小野猫 看来 你身上有很多秘密啊 还真是让人 欲罢不能啊 真的这是演戏吗 阿宁 夜深了 我送你回房 不必了 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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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喝这么多 是你啊 你来陪我演戏啊 阿宁 你醉了 我没醉 昨日秦姨娘还跟我说 说我不是就要失聪 既然演戏 就要做全套 不必在意她的话 我偏要在意 阿宁 阿宁 我醒 时命回来了 什么 我和她见过了 你很开心啊 确实应该开心 我带你去见他 谁啊 是我 阿宁 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危险 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是我叫他带我来的 怎么 你还打算忙我一辈子 我 我就是不想把你给卷进来 你知不知道 我想你想的快疯掉了 阿宁 阿宁 为什么我要看着他在别人的怀里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能是我的 他是我的 他应该是我的 我好想你啊 在国外这段时间 要不我出去 哎 一辈子兄弟啊 别笑话我 我刚才一定是疯了 他们本来就是一对 我有什么资格 来来来 我今天正好点了很多吃的 咱们一起吃 好好吃顿饭 来来来来 来 来 这你爱吃的 来 这你爱吃的 我自己来 别说奔强 有你这么说嫂子的吗 小心我饶不了你啊 来 喝水 瞧 我这个人 给你照顾久了 都有奴性了 多谢啊 国外带回来的 你以前最喜欢的牌子 你先去抽两个 我跟阿宁 有点话要说 你们说什么 我不能听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小别胜新婚 走啊 进了 好好聊 去去去去去 阿宁 我这段时间 一直梦到你在等我 还哭了 我很心疼 我让阿宁瞒着 我回国的消息 你怪不怪我 你回来就好 阿宁 我就知道 我们阿宁是最好的 好到 临死前我都告诉自己 一定要活着回来见你 师明 怎么 阿宁在外面 你害羞啊 没事 别怕阿宁 他要是敢偷看 我绝不饶他 顾家来找人了 阿宁 这段时间情况特殊 我尽力结束 早日和你团聚 别哭 走 照顾好自己 我会想你的 嗯 嗯 阿宁 照顾好嫂子 去吧 走了 你等等我 我跟 不用你管 你走就走吧 回来干什么 我岂敢啊 要是我不管你 有人会拿我问罪啊 是吧 嫂子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顾大少爷 回去 小姨猫 你再对她撒娇 我可是会忍不住的 抱歉啊 你知道 我平日里没个正行 我说的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 我已经和她商量好了 我在明 她在暗 我们会联手 将幕后的凶手揪出来 我可以帮忙 你就在这好好待着 别让我 别让她担心 你放心 我会尽力 保她平安 让她尽快和你团聚的 那你呢 我 等找出凶手 我会离开故府 这几天 手别沾水啊 我先走了 你歇息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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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儿子发现,顾怀善才是他亲生父亲 顾怀 嫂子 让你的人别再跟着我 我只是担心嫂子的安全 是担心我,还是跟踪我,你自己心里清楚 陆家那位婆婆身体可还硬朗 大白天你,你又在说什么? 是我胡说 还是你和那陆家有什么不可告人呢? 你这么喜欢编排别人 不如去关心下二叔 我方才看见 他好像往秦姨娘的方向去了 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我跟过去 你的人还跟着我去吗? 月儿,怎么了? 是不是那顾世明又欺负你了? 爹给你出气,你闭嘴 是不是要害得我一无所有你才开心? 哎呀,怕什么 那顾怀兴现在已经病得那么重 天天有李医生守着 用不了多久 整个顾府都是我们的了 就算他死了 也别妄想我会认你 你呀,就是挨在气头上 你放心 我不会让顾世明好过的 等我 听明白了吗? 下去吧 让一个男人不痛快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给他戴顶绿帽子 故事没有 我看你还怎么狂 没人啊 这可真是个好差事 美人啊 这可真是个好差事 谁给你的胆子动他的 别 别大爷 不关我的事啊 这都是顾二老爷 吩咐我办了他的 刚刚你是哪只手碰他的 是 你不知道啊 那我随便挑一只吧 故事没有你疯了吗 我来给二叔送份礼物 二叔不打的看看吗 二叔别怕一个呀 你看 假的 你 我只是想提醒二叔 下次啊 你要是再感动阿妮一下 这里面装的可就是你的了 没什么事的话 二叔早点休息 别碰我 别碰我 阿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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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见你 怕你有危险 谢谢 然后又你 你睡吧 我今晚 在这守着你 嗯 嗯 嗯 顾大少爷 什么时候我们青帮也能入您的法眼了 今天请你们过来 自然是跟你们谈笔生意 生意 谈生意 顾大少爷 您知道我们青帮都做些什么生意的吗 您的人前几个月差点要了我的命 您说我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吗 既然你知道都是卖命的活 那你就不怕今天走不出这个门 贺老大是想跟我比比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枪块 顾大少爷 您别放心上了 我这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吗 不然我们还是谈谈刚才那笔生意 都说贺老板是个敞亮人 你们两个蠢货 快把家伙收起来 不知道这笔钱 能不能跟贺老大 买一个人的下落 顾大少爷请说 编号 已久期 帮我把这封信交到顾家顾大少爷手里 是 你还是会 你还会 你还会 有点 你还会 你还会 我会 你还会 怎么会这样 之前不是没有班了吗 我问你 大少爷今天去哪里了 大少爷 大少爷一天都在府上 没有出去过 没有出去 看石鸣哥 这次是真的回来了 珍珍 你怎么来了 姑姑 我看到顾石鸣了 他不天天在府上暗眼吗 哎呀 我说的不是府上那个赝品 真的顾石鸣 左手受过伤 上面还有刀疤呢 你是说 有两个顾石鸣 嗯 这怎么可能呢 虽然他们长得非常相似 但并不是一模一样 这不 就露出破绽了 世上 就有如此相似的两个人 难怪他回来处处古怪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好一个偷天换日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把这两个岛路的家伙给 母舰 不用操之过急 如今 他们在明 我们在暗 不如 好戏 才刚刚开始 嗯 他往那边去了 老秦分复 来递递哪里 阿游 你没事吧 他把我错认成阿游了 你怎么在这 我刚刚出去抓药 然后就看到有人在追你 我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他为何不躲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阿游 注意安全 你怎么会知道这 我的人明明追着你出去了 我是厉鬼 来找你锁命 血有头 战有主 我只是收钱办事 还毁了一条腿 就由你发发好心 放了我吧 饶了你 你没有想过扰我吗 说 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 千万收钱办事 只会 我 我想起来了 顾主大师很谨慎 他们不敢给银票 好追查 最后 最后给了我一块玉 玉呢 我 我这个人好赌 这玉最后被我当了 嗯 我给你刀票 我给你刀票 就是这块玉 我认识他 就是这块玉 是 是他 嗯 嗯 哦 吼 这种橙色的勾玉可不多见 要不是只有一只可卖不了这个家 我当年在玉浦当学徒 就见过顾家老夫人有一对 那顾家那对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有可能传给顾家的少爷们 也有可能给顾家的老夫人陪葬了吧 这块鱼子小便跟着我 如果这鱼真是顾家的 那我跟顾家有什么关系呢 阿游 是我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出去 我现在不想说话 那你要是不想说话的话 要不你吃点东西 出去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我没见过这样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需要人 那我出去 想喝点 人呢 少爷女后三 谁 顾燕 石铭 你弟弟顾燕有些奇怪 他可能有问题 你怎么来了 大哥有家不归 想必有什么苦生 做弟弟的 自然是要为大哥分忧了 就是跟黄老板 吃了个饭 皮了 来这休息一会儿 那就奇怪了 我听前厅都说 这酒店 不只包了一碗 这有钱有势了 哪个男人不包个月 约个相好的 那就更奇怪了 大哥在酒店约相好的 府中另一个大哥 跟嫂子轻轻我我你浓我浓 究竟哪个大哥是真 哪个大哥是假 你都知道了 珍珍路过看到了 好 那我也不瞒你了 这事你不要管 我自有安排 不知为何大哥一定要放替身 在府中 做弟弟的 担心大哥 做那苦命的武大呀 你想说什么 府中那个是我过命的兄弟 他和阿宁只是演戏 演戏 哦 那他们演技倒是甚好 他们牵手拥抱 夜夜共肃 逼真极了 大哥 我是你亲弟弟 你若是不信我 同我去那府中 一看一日 你叫我留下来 就是为了看你喝酒的 那你喝 到底发生什么了 能跟我说说吗 你知道吗 我特别羡慕使命 他很好 不像我 一个孤儿 无牵无挂 死了也没人知道 会有的 会有什么 死了会有人知道 会有人监管你的 总会有的 嗯 阿宁 可以抱抱我吗 爹娘死后 我也是孤儿 我都懂得 大哥 人赃病护 这下你信了吧 是啊 人赃病护 好一个人赃病护 我都没人赃病护 伯强 我喝多了 在你面前失态了 早点回去歇着吧 夜寒露中 到时候病了 妈妈要怪我没把你照顾好了 那你也早点休息 注意身体 我的意思是 你还要帮使命 他们 什么时候开始的 恐怕 结婚的时候就开始了 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 有人在家中浑水摸鱼 难道 我能坐视不理吗 大哥 难道 你就不想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我最爱的女人 我最信任的兄弟 我又能做什么 他把你的一切占为己有了 还真是好兄弟 大哥 你为什么要把他留在府里 因为我要让他帮我查案 看看到底是谁想杀我 什么 有人要杀你 是谁 不管是谁 我都会把他揪出来 有仇报仇 这事 你就不用管了 大哥 什么叫我不管 若此人是冲着顾家来的 他能杀你 也能杀我 你觉得 我能心安吗 大哥 如今你我同坐一条船 你就不能信我一回吗 白颜 我能信你吗 别让我失望 放心 大哥 我一定会 帮你找到真凶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真凶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真凶 爱又是个孤儿 我何尝不是 爹 娘 我好想你们 大少爷 大少爷 少奶奶白天出去了一趟 回来就烧起来了 总说胡话呢 您快去看看吧 请大夫了吗 看过了 说是淋了雨 惹了风寒 怕是要烧个一整夜 你去守着吧 我就不去了 好 等等 他说胡话 都说了些什么 嗯 一直喊一些人的名字 也有少爷的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好 好 嫂嫂 你这疤 怎么来的呀 走 路家女儿 路听完 与你年龄相反 本来我还不确定 如今看来 你就是那路家女儿 路听完 只要你听话 你的秘密 我会让他烂在肚子里 是吗 那你是顾怀胜儿子的事情 你叫我怎么处理 顾言 你是想平安无事 还是欲试俱焚 他发动的男生 我会让他突然发动 发动的男生 就是 要他 老妮 起来喝药了 阿妮 能不能 别离开我 阿妮 你放开我 不要 不要 我抱我一睁眼 就看不到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别 你醒来 你会后悔的 我去让阿宝进来跟你喂药 不是说有时候我会联系你吗 怎么又来了 大哥 嗓嗓病了 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 阿宝病了 我回去看看 大哥 不用担心 昨夜 嫂嫂只是风寒 府里那位大哥照顾了他一夜 亲自为要伺候 出不了事 阿游 照顾了他一整夜 应该是吧 毕竟 我们也进不去 不知道那房里发生了什么 大哥 大哥若是担心大嫂 我觉得 大哥应该回去看看 我自有安排 出去吧 嗯 多年前陆家的事 跟母亲有没有关系 什么陆家 谁有咸心记得这事 你问陆家干什么 听街上的老人说 他们家酒楼不错 咱们这酒楼还少吗 记得给陆时明加把火 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 母亲放心 我定会让这把火 越烧越疯 师明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有什么事 就这么说吧 可是 那块买凶杀人的勾玉 有进展了 还没有 可惜 你也不知道勾玉的来历 不过 马上就可以查到了 这件事我回去会亲自查 我给你一笔钱 你若 不 我还不能离开顾家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怎么 迷恋上顾府的钱和事了 当然不是 不是为了钱 那就是为了女人 因为阿宁 我 看来顾宁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因为信你 才把阿宁交给你 你竟然敢对他动那种心思 你怎么敢的 滚 我跟你三天时间离开顾府 否则 别怪我不顾兄弟之情 你刚好 怎么又出来吹风啊 我哪有那么娇弱啊 上次在巷子里 那些人没伤到你吧 原来他见过什么 他不知道那个不是我 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才会让神明看出来 难道 不管怎么样 保护好自己 好 大少爷 又来和老夫人说话呀 哦 昨夜梦到母亲 说有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特意过来哄哄他 什么东西啊 好像 是什么 勾玉 老沐啊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知道 那可是当年老夫人特意定做 那如今这玉 啊 秦姨娘扶正后 老夫人的东西应该都在她那了 我好像 听说这勾玉 是一对啊 这 老夫人她 少爷少爷 少爷不好了 老爷出事了 老爷 老爷 父亲怎么样了 大少爷 顾老爷这次的病情来得凶险 用了药 暂时稳定了下来 就是 就是什么你说呀 老爷沉渴已久 医生说 还是要进行做好心理准备 老爷 老爷啊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老爷的印章是不是落在书房了 在做什么 李医生吩咐 给顾老爷再做个血解 将这管血送去化验 不要声张 有了结果 立刻通知我 是 少爷 父亲的病情怎么会突然加重呢 这你就得问问我们福利的顾大少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这事和阿游有关 自从他回来 父亲的病情一日加重 大哥 你不觉得蹊跷吗 大哥 此人 留不得呀 我知道了 阿游 留不得呀 留不得呀 血解要查的事情 或许可以从他身上下手 哎哟 哎哟 孤儿老爷 哟 这不是杨子舞厅的玫瑰小姐吗 怎么 来看阿宁啊 我不可以来看您的呢 那当然可以啊 要不咱们那边坐坐 这小嫩熟 快快快 小宝贝 阿姨 瞧瞧你 急什么 能不急吗 快快快 等一下嘛 看看孤儿老爷拍的照片有多俊 都是些旧照片 你看我本人 我本人就在这呢 你看看你 那杯茶都不给人家到 稍等啊 马上就来 你是 美儿 茶 孤父家风 岂容你这种贱人败坏 给我拿下 你就是靠这张脸 靠于男人是吧 那就别要 你我姐妹一场 你打我 我好不容易嫁你失明 你居然害了我 你给我走 我没有你这种姐妹 真是贱的 这是从顾怀胜房间发现的 食命 我走 我走 你来干什么 我看到顾燕来找你了 那又怎么样 他知道我们互换身份的事情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他有点奇怪 你被刺杀的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 我自己的亲弟弟 怎么样 也比你这种 背后捅我刀子的人强吧 顾时明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事情有进展了 最后那对狗鱼 可能就是落在秦洛梅手中 很有可能 他就是那个买凶 杀你的人 你给我站住 别让我看见你的脸 不然 我可不能保证 我不会在这杀了你 世明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 我怎么冷静 我那么信任你 你背着我 跟阿宁搞在一块 顾时明 事情不是那样的 我们在这吃饭那天 耍我 很好玩吧 滚吧 下次见面 我可不保证 我会像今天一样 忍住不动你 把这封信交给玫瑰 告诉他务必亲自把人带回来 快去吧 你本来就咳嗽 怎么还出门去 爸 你真的是因为阿宁 才不是这样的吗 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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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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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熠 能 流 Massachusetts 谁 大哥 我想清楚了 帮我 我要亲手杀了阿勇 来了 你怎么又不好好休息 跑到书房来 你这些事情少做一天就不行吗 好很多了 大少爷 大少爷 仓库那边出事了 叫你赶紧去看看 我去了 放心吧 你去去救回 走 今日十五 仓库招力放假 不应该有人的 小刘不对劲 大少爷 小爷 你们想要的人是我 放他走 我跟你们走 小六 你还有兄弟姐妹要养 走 少爷 走 少爷 少爷 阿宁你来干什么 阿宁 我 师明 师明 怎么是你 嫂子你背叛我的时候 就应该料到会有这一天 师明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什么误会 我也不愿意相信啊 师明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要事还要管我人 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我给不了你时间了 你活着 我就痛苦 我就一万倍 一千万倍痛苦 阿宁 让开 师明 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再说一遍 让开 阿宁 你让开 阿宁 你让开 你让开 阿宁 你让开 阿宁 你让开 阿宁 阿宁 曹 早 阿宁 我们 疼吗 是因为我 与你无关 是我龌龊 喜欢上自己好兄弟的女人 你知道吗 我曾生过无数次 想把你抢过来的念头 但我不能 即使知道我不能 我还是忍不住地 想要一步一步地靠近你 阿明恨我是应该的 倘若还有下一次 你不必挡在我面前 倘若再有下次 我还是会挡在你面前 两个人的错 不希望你一个人去承担 有你这么为了我好 就算顾世民不原谅我 我也认了 死而我 别乱说 二少 我看到大少把一个盒子 就就放在这个里面 嗯 这个 这个会不会跟大少仓库那边 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你该问的吗 担心别人之前先想想你自己 你不管你这条贱命 也想想你家里那几个脱油瓶 嗯 听见了吗 听 听见了 嗯 这 这块玉 他们已经查到这儿了 再这样查下去 难道不会查到我们这儿 不要慌 母亲 这次 还多亏了他们 不然 我还正确找不到替死鬼呢 你是说 阿游找到的东西 却不交出去 你说 顾时明会怎么想 放心吧 母亲 这一次 阿游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大哥 你说 阿游为何不把这玉交给你 一个大男人还带玉 阿游 快点啊 洗完我洗了 难道他从一开始接近我 就是有问题的 是他过来杀我 可是为什么 师明 我们聊聊 晚年 我不开心 对不起 是我自欺欺人 才害你这么受伤 你跟阿游 一路经历这么多 不应该为了我反目 你也不至于 为了我背负杀人的罪名 等爹娘失了 我会离开 离开 我试图杀他 又害他受伤 如果你离开 他更不会原谅我了 是 是疯了 才会拿枪指着我最好的兄弟 和我最爱的女人 他 还好吗 他没事 是 师明 你 我想好了 我会跟他好好谈谈 只是以他的性格 怕是不肯见我了 阿宁 帮我与他出来 我们好好谈谈 哦 嗯 好 谢谢你 师明 大哥 应该不会真想去道歉吧 人是阿宁 约出来的 在他死之前 我也想让他尝尝 被人背叛的滋味 那就说好了 下午两点 我来等你表我 那我们这算是约会了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 慢性中毒 这居然好大的胆子 简直射出一窝 小六 大少爷 李医生现在在府上吗 李医生 李医生昨晚出了意外 死了 死了 嗯 是的 小姐 你看 找到了 爹 娘 杀害你们的凶手 你又终于找到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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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我刚刚明明送大少爷 去那边的 阿宁 阿宁 什么事非要约我到这来谈 阿宁 你们是谁 阿宁呢 去我阎王吧 快跑 跑啊 石鸣 是你对不对 你又何必利用他的愧疚与善良 杀人凶手 你毒害我父亲 又杀了你一声灭口 你这种人配跟我谈善良 难道 老莫 这块玉 你是从哪里来的 哦 我自小便带着 这对勾玉 是当年老夫人为他未出生的双生子而做 当孩子出生 一人一个 天意弄人哪 其中一个孩子 出生就是死婴 夫人伤痛过度 早早离开 他对我说 送走孩子时 他还是把勾玉 带在了孩子身上 那里有个孩子呢 老爷不忍夫人再受刺激 后事 是交给秦姨娘料理的 你出现在顾家 长得和实名少爷 如出一辙 又身带勾玉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想 也许是夫人 在天有灵吧 少爷 少爷 少奶奶带着警察 说要来抓夫人 陆府的火灾本来就是意外 你根本就是威严耸听 再者 你一个武厅出来的武女 根本没有资格查案 就凭我是陆家的女儿 陆婷婉 就凭我是陆家的女儿 陆婷婉 她怎么敢 人证物证我都有 新洛美 你跑不掉了 笑话 就凭那个耳聋眼瞎的老糊涂 她这么大年纪了 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她会记得那么多年前的事 她根本就是在诬陷我 这顾老夫人说的也有道理 买凶杀人 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前有陆家的灭门惨案 后有顾凶杀人 我在船上的 意外 是你做的吧 你在说什么呀 师明 你说我顾凶杀人 你有证据吗 我知道大哥不喜欢我母亲 可是大哥这么做 对得起顾家吗 小六 我书房里 书架花瓶上的盒子呢 少爷 那个盒子不借了 既然没有证据 还望大哥大嫂 对我母亲道歉 那个 顾大少 你看这证据缺乏 我们也难做 顾家的事 关起来 好好说 我们就不打扰了 什么叫证据缺乏 你胡说 等等 我有证据 等等 我有证据 小六 你疯了 别乱说话啊 我家中贫困 为了养活我们几个孩子 父亲不惜出卖良知 提前落媒办事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遗书 里面清晰地交代了 陆家去纵火的事实 所以叫我们 逼钥匙拿出来 自保 污蔽 这是污蔽啊 我父亲侍奉过 秦洛媒这么多年 细查便知 这封信 确确实实是我父亲所写 你们不信可以查一查 小六 顾家待你不保 你请联合外人 来陷害我顾家 只待我不保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人看 你阻拿我年幼的弟弟妹妹 来威胁我 我活得都不如狗 真正对我好的只有大少爷 和少奶奶 做得很好 小六 谢谢你小六 还有二少爷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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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别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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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 陆婷婉 你不是想知道你爹妈是怎么死的吗 我告诉你 我当时放了一把大火 我把他们都困起来 我把他们都困起来 他们出都出不来 他们叫的好痛 叫的好大声 好大声啊 阿娘 他就是想金柳杀他 你别中计阿娘 还有顾时明 是我派人去杀 顾时明 没被杀死的 顾夫人 把咱们放下 可怜我命苦 我嫁到这个顾夫 受尽了欺负 我处处紧小身位 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地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 眼儿 妈妈对不起你 你好好的 母亲 别别别 母亲 所以 顾家当年的另一个孩子 根本就没有死 是你作曲 把他送去国外了对吗 你 是 果然如此 神龙梅 你害死的人 都在下面等着你呢 你就应该永生永世 都烂在地狱里 我当时就应该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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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得太晚了 毒素侵入五脏六府 以后怕是也醒不过来了 怎么了 是今天和世明见面不顺利吗 阿宁 让我抱抱你就好 你怎么了 本来 我是想 找到了证据 付了仇 我就应该离开了 你是我这辈子 唯一拥有过最美好的东西 我不许你走 你这个人 怎么也不听人把话说完 我的意思是 我不走 我不想成为像秦鲁梅那样的女人 我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说 你说什么 阿宁 我想和你在一起 大哥 他毒害父亲 杀人灭口 还联合小六陷害我母亲 冤枉我母亲杀人放火 现在你还纵容他 接下来 死的就是你我 大嫂也被他骗了 他想想阿游 你还敢杀他吗 你放心吧 这次 我一定替你报仇 谁也拦不了我 我最近从一个客人的口中 听到一个有趣的消息 和顾怀胜有关 什么 顾怀胜 最近在走私军火 继续查 找到有用的证据 干什么 看到你们在这姐妹情深 而我行只影单 过来讨些补偿 燕儿 就凭这封信 真的能嫁祸给阿游 杨子舞厅 可是已经掌握 我走私军火的事了 当然可以 因为这封信 就是你的遗书 什么 阿游 快跟我走 顾怀胜死了 我刚刚听阿宝说 顾怨在顾怀胜的房间里 发现一封信 心中嫌你走私军火 威威他们帮你做事 你先去赌一阵子 等我找到证据 快走 阿游 拿起精神来 等我找到证据 我想过倘若有一天 我找的家人会是什么样 但我没想到是母亲过世 父亲昏迷 兄弟骨肉相残 你是顾家 对 顾家有对双胞胎 而我呢 跟顾世明 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现在情况紧急 你赶紧走 陆家在郊外 有一间破旧的屋子 你先去躲一阵子 那你呢 我没事 他不会伤我的 阿游 快走 不行 阿游 你听我说 我们还没有一场 属于我们的魂力 所以 我不能让你死 我也不会有事 听话 快走 我小五等你 阿游 你出来 跟我回去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些 阿游 秦洛梅已经复发 为什么真相摆在面前 你却不看 非要受人蒙蔽 顾世明 你醒醒 他不在这儿 你竟然为了他跟我动手 顾世明 你可知道你还有一个双生兄弟 他曾流落国外 然后有机缘缺合的和你 荒唐 你以为我会信吗 阿游在哪儿 阿游 我 阿游 阿游 让我回去吧 阿游 大少爷 什么事 小六留了一样东西 他说如果他死了 让我一定把这样东西交给你 小六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让你小心这对父子 害怕呀 怕就对了 你杀了我母亲 应该杀了你 可是现在杀了你 太可惜了 你要是再敢动 我可不敢保证 你能完好无缺地见到你的相好 行 我不动 那你告诉我 顾怀胜到底是怎么死的 明明走私军口的人是他 我说是我杀的 你信吗 你疯了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 他不是 他配吗 若不是他 我何许在这顾家如履薄冰 你还怕顾老爷发现你的身份 所以你很早之前就给他下毒 你还顾人刺杀石敏 你才是想侵吞顾家的那个人 石敏怎么会磋起你这种畜生 我那好哥哥呀 怕是现在还不知道阿游是他亲弟弟吧 你说 让他杀了阿游 是不是个好主意呀 阿游 阿游 我受监人蒙蔽 做下许多措施 可惜追悔难返 就让这一切 在我手中结束 陆家在北交有处荒枝的房子 阿游可能会在那 你去把这个交给他 大少爷 你要去哪里啊 我 去做我该做的事 这 你是 阿游 老沫 阿宁呢 大少爷带少奶奶回顾府了 等等 大少爷叮嘱我 把这封信交给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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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看啊 我 尽忍我们如此 登对 我释放了 不然 怎么会爱上你 顾越 放开他 我的好哥哥 你终于来了 你想要的是我 放开他 哎呀 本想让顾世明来杀你 现在想想 还是我亲自杀了你 更痛快 世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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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 我带你去看医生 我们去看医生 啊 你 我 我杀了孤雁 孤雁 孤雁 跟着我 不是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和阿佑 我们不会 原谅我 我们不会 是孤雁骗你的 我把孤雁 交给阿佑 你和阿佑 你别说了 我好好 你别说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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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啊 世明 你醒 你醒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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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世明留下信 为你我证明 才有了今日这婚礼 只是 让你等了三年 我娶你了 你为他守散三年 足以更明你有情有义 我没选择人 春宵苦短 你就打算这样 看着我到天亮 下葡萝卜 我能够抢了也 你还能够抢了也 我现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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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我还能够抢了也 你去把孤雁